优优独播剧场 快乐新飞扬 大家好 我是杰妮 引爆了差不多一个月话题的热门大剧 欢乐颂 昨天终于是正式收官了 虽然如此 细心的观众大概已经发现了 剧组好像还留了好多故事没讲的样子 为什么呢 其实很简单 欢乐颂还会有第二季嘛 而且据演员们自己透露 剧情走向绝对是一样 是你万万想不到的 欢乐颂第一季已经圆满落幕 然而关于二十二楼五美的故事 真的就此尘埃落定了吗 先是安迪的身世被起底 情绪失控与蔚蔚分手 安迪 你要干嘛 我们差点就没命了 不 安迪不会死 安迪 我不是魏国强 你不要拿他来衡量我 你不要因为魏国强 对 你不是他 我也不会让你变成他 分手吧 而之前果断与曲霄霄分手的赵医生 又开始痴心等待求复合 你不是跟小曲分手了吗 怎么还来这里找他 我也说不清楚 之前把他老缠着我 我就觉得逆反 也是现在 我也是现在才意识到 理智 是不能够完全控制他的 这也许就是传说中的犯件吧 另一边 遭遇家庭变故的樊胜美 终于决定换工作 说实在的 这份工作对我来讲 真的很具犀利 不过 我都这么大年龄了 在一个新的领域里 重新开始 跟这些年轻人一起竞争 我怕自己会力不从心 想去就去 别想得多 家里是有我 还收获了来之不易的爱情 小梅 如果你愿意相信我 愿意送我的女朋友吗 我愿意 我愿意 邱盈盈也在走出 白渣男阴影后 迎来了新的春天 好 你的咖啡 我已经给你打包好了 那就不耽误你时间了 拜拜 再见 邱玲,你这傻吗 我现在 п知下 这个别拧 那我走了 谢谢 一切似乎都是那么美好 五位美女还想去安迪家 一起吃火锅 展望未来 我跟人说 我希望我可以赚大钱 然后可以找一个帅 一个人做男朋友 那我希望我能认真做事 向安迪姐学习 成为一个有能力的人 我希望我能够马上 适应现在的新工作 重新开始 好好地经营自己的生活 保定赵医生 不把赵医生追回来 我就不进去 我希望我们明年 还能像现在这样 无论是痛苦 还是欢乐 我们都会彼此陪伴 永远做好朋友 二十二楼半岁 永远都成功 一切似乎都没有变 除了突然强硬起来的官居儿 你要是喜欢赵医生 就赶紧回来 不喜欢就放手 让人家这样等在门口 你厚到吗 什么 赵医生 你怎么这样呢 你玩弄别人感情有意思吗 官官 你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强硬 我都得不认识你了 被邓医成乖乖女 老好人的官官 新的一级脸 真的会迎来 一百八十度大转变吗 据范园者乔欣透露 这事真的可以有 不会每个人都是那么闹啊 那么什么 他其实也是把一种性格 变得很极致嘛 然后他到了 因为那个孔岛 他也会觉得说 那个观官是第二季 会有很大的反差 希望第一季会收一些 然后不要太强 因为就是他跟我说 欲扬仙逸嘛 就要蹲起来才跳得高这样 那么问题来了 在欢乐颂第二季里 官居儿究竟要变成什么样 是在沉默中爆发 还是干脆默默黑化 倒不会变腹黑白 但是他形象上会有很大的颠覆 比如说他会那个 把眼镜可能要摘掉 因为宏大大他在那个微博上有说嘛 然后但是别的还不知道 因为剧本还没有出来 至于第二季具体的拍摄计划 据说也已经提上了日程 大家可以继续期待了 之前公布的是在秋天 娱乐梦场综合报告 虽然要和欢乐送礼 二十二楼的五美暂时说再见了 好在接下来呢 又有两位人气震望的偶像 登陆咱们浙江卫视 中国蓝剧场的饮品了 一个呢是跑男粉门 再熟悉不过的正台 另一个呢就是气质小花蛋刘诗诗了 对于在跑男中看惯了 广播凯凯的大家来说 第一年看到那年青春 我们正好里的肖小军 敢想只有一个 你知道我看的时候什么感觉 什么感觉 就网头好长 什么意思你 这个梗是已经被玩坏了 对啊 幸好现在已经长出来点了 相比之下 温婉的刘诗诗 还是美美地扮演着笑话角色 当然对于诗诗而言 也不是完全没有新鲜感的 其实刚刚开始的时候 前几集是高中的股份 对我吸引力特别大 因为我没有这样的消费生活 为什么 我在一个住宿 我是学舞蹈的 所以我是在住宿学校 我也觉得很新鲜 然后很想去挑战一下 这一动一静的组合 都还真有些别样的火花 俩人同一次合作 郑凯就被刘诗诗认真的精神打动了 搭戏也都很认真 因为女生有很多哭戏嘛 她搭戏的时候她也真哭 演的时候她也哭 你搞不清楚她哪一条是真哭 因为她都在哭 因为她投入在那个感情里 对 有时候就有点害怕 怎么搭戏还真哭 演戏也真哭 到底哪个国 中后期还是比较的 比较好 户比较多 那是导演和编剧的 我没有办法 对 只是就是在那个阶段的 整个氛围就是那个样子 对 但是拍完就很轻松 注意拍完了 就马上就跳出来嘛 没事 对 很正常 从甜美笑话到流泪不断的人妻 刘诗诗扮演的女主角刘婷 的确遇到了不少伤心事 甚至还有被丈夫家暴的戏码 演感情戏的时候 她真的会哭出来 她真的会伤心 因为我在今天起面前 看得非常的清楚 而且她喊停之后 她大概还有三分钟 会要去舒缓一下自己的情绪 所以尤其是跟海滨拍那种 家暴戏的时候 特别有体验 这我不知道 什么 完了 完了 明天的标记 别瞎说了 人家吴奇龙可是有名的爱七号 郑凯 你以后还打不打算跟人家见面了 再说了 你和人家诗诗 演感情戏这笔账 吴奇龙还没找你算呢 自己说吧 该怎么办 当然改通告了 傻不傻 哪家 我每天都准备两份通告 我们可以来 换币 还得高兴趣快乐 其实我们的戏 没什么 对 对 我们很文明的 台上的官方说法是一回事 郑凯同学 咱们要听的是真相 真相呢 他很低调 他默不作声地 就一个人坐在一个小角落里 都不告诉大家 直到说 那个 有厂公说 那个龙哥请喝水了 说龙哥是谁 龙哥 就自己背个小书包坐在那里 他好像那段时间在上课 上学什么的 就上完课 放学 就背个小书包坐在那里 跟个学生一样 哎呀 龙哥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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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拍 还好他来那几天 就没有拍什么感情戏 好吧好吧 这个说法 咱们姑且就信了 毕竟看到刘诗诗 这副一提吴奇龙 就笑得甜蜜呀 咱们也不得不承认 有龙哥在片场 诗诗和其他男演员的感情戏 肯定找不着感觉 感觉跟之前 差的还蛮多 之前还很安静的感觉 你自己有感觉到吗 我老公说有 对 就特别就是很开心 然后还叫状态 也特别好的感觉 对 他也这么讲 就是自己是挺开心的 对 咱们就是心情好 对 心情好 娱乐梦场杭州采访某导 身边没有吴奇龙的刘诗诗 居然也能秀出 这么甜蜜的幸福感 真是让人各种羡慕嫉妒 不过说起来啊 四爷没空陪着爱妻 也是因为实在太忙了 身为蜜蜂少女队的教头 吴老师也是没少操心啊 在上周播出的蜜蜂少女队中 吴奇龙和谢霆锋 分别率领自己的六名爱将 出战韩国 准备和韩国女团一比高下 直至在偷看韩国女团的排列后 两位教头心里顿时没了底 相较之下 咱们的蜜蜂少女 无论是舞蹈动作 人家是做得很轻巧的 他们都是飘的 就是会显得很轻盈 还是面部表情 他们不管任何时候 他们都是像人家的那个精神的 精神 甚至在体力方面 都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特别是你们把这个姿势 那个一点点把它伸出来 但你不要 你跳完了 但是但是确实 我们确实会 就是我拼了老命跟你比 于是 从友谊赛倒计时第三天开始 两位教头对12名队员 进行了魔鬼训练 可就在这时 意外发生了 拿冰块 拿冰块 你外侧实际任的 来 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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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头是什么 骨头啊 骨头啊 骨头 背车 背车 准备她的外套跟衣服来 他们拿很多人的脚 来来 背上去 看他们的沿途脚 冰块 颜头 正面 他只能跳 可以 赵婉婷因腿伤与友谊赛实质交臂 其余队员的压力更大了 尤其是当队员们单独被教头点名约谈的时候 老师 你知道我要去干嘛吗 我知道 他觉得你顺利很够 他应该带我去吃饭 应该不太可能 应该不可能 走 咦 罗书涵怎么被带到了一家美发沙龙 原来在此前的排位赛中 罗书涵曾当场情绪失控 向谢霆锋哭诉自己被禁止染黄头发 这不刚到韩国 谢霆锋就给这位二次元小丸子送上了一个惊喜 亲自陪罗书涵染头发 这样的超VIP待遇 几人能享受得到 没有看过龙叔 你叫超级傻眼人吗 我知道 我知道 我跟四爷说 我说 我有一个特别的请求 我希望把舒涵 这一次变成那个超级傻眼人 傻眼人 罗书涵得偿心愿 状态也变得越来越好了 在友谊赛中 他一下子吸引住了蔡炎的目光 受到了不少表扬呢 我跟清风老师很有面子 谢谢 谢谢老师 娱乐模场编辑报道 接下来的时间呢 我们再去关注一下 上周浙江卫视播出的 谁是大哥神的精彩看点 听到这熟悉的游览曲调 有没有勾起你 先许惊涩的回忆呢 没错 这回前来坐镇的大哥神 正是歌坛长青树 周华健 只是 你们自说自话 组了个老男孩组合 也就罢了 怎么还胡乱编辑了歌词 真的吗 何必呢 梦中的餐厅 灯光太幻安 他抱着我说 啊 啊 啊 越过山丘 太难了 你们怪怪的 一开场就这么调皮 看来今天 折瓜健是不打算 让蔡平团轻易得手了 这不 第一轮才刚唱罢 一跑的蔡平团就已经七嘴八舌炸开了锅 腹水难受 爱悠悠 恨悠悠悠 你知道一号为什么第一句不像吗 为什么 因为他有一个毛病 一高兴的时候呢 就稍微闪烁 忘词了你知道吗 然后他现在衔接的时候 就一几个吧 我觉得是应该这样子的 九孔你是侦探的 对啊 真的啊 因为你常常忘词嘛 你还科学性的分析 你刚刚清楚来忘了吗 有一点点 好像要忘不忘的那种感觉 没有不可能忘 因为里面有歌词的 那不好意思 一号我要删掉 不是一号 不好意思不是 可以换一下吗 既然靠猜的不行 一旁的黄国伦索性耍起了赖 但你真的确定 折瓜健会上你的当吗 我已经知道他在几号 华健你出个声 你好 你 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说 你在几号 老套 老套 可是他搞不好就回答 谁会那么想 因为他很亲切啊 任凭你们机关算尽 当门打开的那一刹那 还是让自名得意的猜评团 不可思议 欢迎华健国在一号门 你看到没有 华健我猜不对 华健是一号没错啦 我跟你讲 就算我们刚才在讲猜四号 可是我们真的说一号对象 对嘛 好啦我先坐在第二排 真的 老婆来开始 等一下如果 怎样 我再猜错 郁姐再坐上来 我就是第三排 这样子录不到第四轮 全都累死 静姐 你要坐第二排吗 好烂哦你们 没礼貌 没礼貌 我来 猜评团猜不对 早就不是什么稀罕事 作为周华健 三十年老友的黄国伦 索性破罐子破摔 让他浓重的鼻音 做起了文章 我觉得你以前是一个西方唱腔的人 但是从这首歌你开始走中国风 对不对 要转了 而且你开始走一种倒戈 就是那种鼻腔更浓了 远纷飞 海相追 你怎么了 就是说华健你 哎 伯伦 你说我弟弟唱歌 像是用枕头闷住的感觉 对 用枕头闷住 那他这种鼻音会是什么样的 他就是温泉一直灌一直灌的 灌到鼻子不通啊 好了好了 老友见面 开两个玩笑也在所难免 接下来 可就得让歌神消停地 给大伙唱会儿歌了 先来首正版的鼻音 爱相随 再来首情歌中的经典 至少还有你 两曲唱吧 就连台下的奇遇都听得蠢蠢欲动 赶紧上台和周华健共谱一曲 天下有情人 这熟悉的歌声 熟悉的场面 有没有让那颗怀旧的心 蠢蠢欲动 那近期还有哪些值得留意的演艺资讯呢 我们一起去关注一下 眼神放电 动作耍帅 小鲜肉羊羊远赴韩国拍摄MV 真是分分钟把人摔翻的节奏 要是再和韩国美女一起来段俏皮的舞蹈 从室内跳到室外 是不是更让你眼前一亮了呢 娱乐某场编辑宝 前有数学高材生路易 他扮演的是一个学霸的角色 跟他这一段圆了我的初恋梦一样 好开心 好激动 后有钻石王王武 王志文 现实生活中 很多女性会觉得 这样的人是比较完美的 就是可以依靠的对象 电影《北京遇上西雅图之不二情书》中 女神汤维偏偏偏把这两位有情人 抛在身后 和大洋彼岸的房地产中介 吴秀波玩起了以信传情 从一本书到一份情 这份唯美爱情在感动观众之余 也让汤维感触泼深 不曾见面 但是却有温暖的话语 无名的信任 恰恰是让我感激 感动 安全感 到最后 发现竟然有一份感情 已经在那儿悄悄地开始了 挺好的 当那本书拿到我手的时候 我当然会迫不及待就开始看 一边看一边就是一种叹息 现在已经没有这样的人 他像个童话 对于这段书信情缘 文艺女神的解读 自然是满满的罗曼蒂克 而内涵理性派的波书 偷袭的就更加入目三分 我更觉得这个故事 讲述的是两个人的孤单 然后现在新出了一种 取代性的东西 叫朋友圈 朋友圈为什么天天要写 其实你就会发现 写朋友圈的原因 不是因为看不见你 或者看不见他 而是因为看不见自己 就是夜里发了六个朋友圈 等着把朋友圈回 好知道自己在朋友心里的位置 好知道自己是什么样子 娱乐某场编辑报道 右手左手慢动作 别误会别误会 我们说的不是TFBOYS 而是来自中国好声音的 小鲜肉组合XL的 最新魔性MV 使尽爱 歌词朗朗上口不必多说 这帅气的舞蹈 更是引来阵阵围观 别看俩人现在跳起来 帅气得不要不要的 让我们把时间 倒回一年前去看一看 各种大出汗大出水的 我真的差点昏过去 练动作基础 就都还能跟上 但是练那个靠着镜子的时候 就会血糖低了 这是为什么 因为没吃早饭 好像太早起来 这就意味着 你得跟观众朋友们 说一个 说一句话 对 就是说 如果没有什么事 就千万不要跳舞 如果没有什么事 就千万不要跳舞 不要跳舞 瞧着叫苦连天的炯样 还有什么身体僵硬 动作不协调的 舞蹈门外汉典型症状 从舞痴到舞林高手 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给你给你这么机会 不要 真相终于浮出水面 原来 XL和咱们好声音家族的 另一位小鲜肉于风 曾经特地远赴韩国 接受了为近两个月的 疯狂舞蹈训练 才取得如此的进步 丑丑这逆天的步伐 酷帅的动作 惊喜对比如此强烈 这满满的励志意味 你感受到了吗 娱乐某场综合报道 我们再来关注一则 有些悲伤的消息 亚洲雄风 山不转水转 这几首快智人口的歌曲 想必大家都不会陌生 而就在最近呢 为这些经典老歌 填词的著名词作家 张黎因病离开了我们 实在是令人惋惜 5月9号12点52分 中国著名词作家张黎 因多种疾病病发症 在北京去世 享年83岁 提起张黎的名字 也许有人会觉得陌生 但他创作的作品 可谓是家喻户晓 那首传唱三十多年 唱片祖国大江南北的 《我和我的祖国》 就出自他的笔下 《我和我的祖国》 一座高山 《我歌唱每一条河》 这诗话般的意境 不仅让无数听众 深受鼓舞 也让当时的演唱者 迪古一 再创歌唱事业高峰 他与张黎 当年的合作过程中 发生的小插曲 《我和我的祖国》 好像我改了点词 我就唱着把它的脉搏 我就觉得好像 怕别人听不懂 你用你那母亲的脉搏 和我诉说 我是改成了 你用你那母亲的温情 和我诉说 变成温情了 结果呢 这个歌词到现在改了 它二十三 快三十多年 也改不下来 仍然大家流传的是 母亲的脉搏 所以 我没改过你的原作 改成这个温情 我爸 我心里也不愿意 为啥呢 我心里说 我这是诗的语言 我怎么和他说呢 我说了又怕他不唱 你说不唱我多愿呢 所以我呢 不知声 不知声 但是我有一次 跟李古一说 我古一 你呀 做点这个 同一语言的工作 你看我说的 多委婉 我怕得罪他 知道吧 但是 我到现在 我认为这个歌 就是李古一给唱起来 而伴随着 我和我的祖国迅速传唱 张黎也进入到了 创作的高峰期 一手手 快制人口的歌曲 喷泊而出 无论是上世纪 九十年代初 农村题材电视剧 黎霸女人和狗的主题曲 黎霸墙的女儿 来源于多年生活经历的 山不转水转 山不转那水在转 水不转那云在转 云不转那光在转 山不转那心转 还是第十一届押运会 那首传唱一时的宣传曲 亚洲雄风 我们亚洲 山是高昂的头 我们亚洲 阔想热血流 张黎的创作风格 不仅始终紧跟 时代发展的脉络 浓厚的生活气息 更让她的作品 深受大家的喜爱 时光流转 人或许会离开 但经典的作品 必将一代代传上下去 永远给我 比浪情薄 心中的歌 娱乐梦场编辑报道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 这里是娱乐梦工厂 我是杰倪 好了又到了欢迎 我们好声音大来宾的时候了 有请我们的老朋友黄依依 大家好我是黄依依 很高兴回到 娱乐梦工厂作客 那前面的节目里面 我们说到了咱们浙江卫视 正在热播的 谁是大哥神呢 上周的节目当中 请来的是周华健老师 不知道黄依对这位 乐坛前辈认识多少 我觉得他是一个 挺健忘的人 经常会在现场 忘自己的歌词 感觉都快和提斯 气成了很好的朋友了 可是还是挺可爱 我觉得他现场 这种随机发挥的本领 是必须要去好好学习的 是 这也是歌神的天赋之一 但是说是歌神嘛 那我们还是要讲讲 他的作品 黄依最喜欢华健大哥的 什么歌 可不可以给我们现场来两句 小时候会听他的朋友 朋友不曾孤单过 一生朋友你会懂 还有伤 还有痛 还有走 还有我 谢谢黄依给我们带来的朋友 也谢谢黄依朋友 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呢 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明天同一时间 记得锁定我们的娱乐梦工厂 拜拜 拜拜 哈喽大家好 我是轩轩 我是黄依 我是赵璐 我是中国好心第四季的李安 我是达深 我是常语 我是梁君诺 我是李佳格 我是 我是张柏林 我们是XL 爱生活也爱直播 爱唱歌也爱直播 我在咖喱直播唱给你听 等你哦 她再也不知见 放了她 放了她 到边缘 切断她 切断她 的时间 原来再也不用见 不用变 别忘背后的危险 真的再也不用见 不用变 你的嘴脸 我要带着我的尊严